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首的第三句 不动立二边 此诗如来之 幕后一句 这是总结 总结前面三首 也就是上面所讲的十一句 不动 清梁大师在诸节里面 给我们讲 诸振念故 历别 常铭记故 不动 亦是尘上智光所观 故皆云佛志 此诗如来之 清梁大师 真理说得好 怎样 才不动 第二边呢 才能够不动 唯有不动呢 才能第二边 由此可知 这两状事情相辅相辰 所以清梁说 诸振念 你就能 第二边 什么是真念 真的反面 是邪 你一切邪念 就是真念 所以 古大得了常数 真念 这五念 这个话我们要会听 真念是不是五念 不是 五邪念 叫真念 那么 什么叫邪念 那么什么叫邪念 也应该得来说 分别是邪念 决定不是真念 职责 职责不是真念 妄想 不是真念 哦 这个标准高了 利益 一切妄想 分别 职责 真念 先 什么人能做到的 法身 菩萨 这就是宗门 这就是宗门里面讲的 宁信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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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佛 所以 至少 法身菩萨 才是真念 所以他后头这一句戒掉了 此事如来之人 如来这就不是凡人 不是摄法界 摄法界里面没做到 二边用现在讲 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相对的 不离二边相对就是对立了 世间所有一切法 凡夫心目当中全是对立了 大跟小对立 长跟短对立 我跟人对立 真跟望对立 邪跟正对立 没有一样不是对立 如果我们要问 是问一句 利益且对立 道一句来 这个道就是你说一句来 你说一句我听听 离开一切对立 你说一句给我听听 说不出来 为什么呢 说跟不说有对立 说跟不说有对立 科学家 爱因斯坦所讲的 相对论 这个世界人 全是活在相对的世界 相对就不是真实 真实里头没有相对 所以一念不散 立二边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来之 如来之 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 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 般若智照 照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念不散 好像说得太悬了 其实怎么样 其实就在面前 你不相信做的事 你把眼睛张开 你看外面境界 是不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只要你在这个时候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自主 这个境界 就是如来境界 我们就入了入来境界 我们有没有呢 有 往往什么 一刹那 第二刹那 念头一起来了 这一起来 马上就堕了 堕落到 十八戒 堕落到六道 如果七个卧念 贪嗔痴起来了 那就堕到三层去了 而七个五戒 是善呢 那就堕在人天里面 堕落 所以你要晓得 境界里头没有阵望 阵望是二变 一切法里头 给主说 没有是非 是非是二变 没有善悟 善悟是二变 没有利害 利害是二变 没有倾诉 倾诉是二变 利害是二变 真念先前 真念就是明了 回向记忆上念的 愿得智慧以真明了 那就是真念 所以 诸佛菩萨 诸真念 八正道里头 有真念 有正思维 他是不是真的有思维呢 不是 一有思维就堕落了 就变成妄想分别 知诸了 那正思维是怎么回事 正思维从明了上看 说的 你一借出就明了 还有一句话说 正念其作用 就是正思维 我以一切众生 解答一切 一难 咋认 那个智慧从哪来的呢 就是从正念里出来的 正念 能破邪念 一切众生 都是邪念 不正 换句话说 他都错了 如果我们自己也错了 你怎么能帮助人家解决问题 自己不错 也就是 自己无念 别人有念 无念能 帮有念的人解决问题 这个地方无念 一定要记住 无妄想分别之处 决定没有对立 那没有对立 就是 这里经上讲的 利益二斌 我常常劝大家 把内心里头 对一切人 似无 那个对立 放下 然后再提升一层 把对 事处事件 一切法 对立的念头 放下 你就入福之间了 你就入大臣 进界了 你要是放不下呢 你永远不能入 这个道理要明了 放下 有无量无边的利益功德了 但是放下之后 这个功德利益的名项 都没有了 你得到的是 纯正无望 因为功德利益 这些名词 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哪有这些东西 这是东西 从哪来的 这种分别来的 众生分别 佛菩萨不分别 佛菩萨不分别呢 要随身众生的分别 你才能教他 如果佛菩萨 住自己境界 不能横顺众生呢 他就不能教人 你住自己 无住的那个境界 别人看不到 体会不到 如果有个细心观察的 也就是他越看你越古怪 怎么想也想不通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菩萨菩萨教导我们的 横顺众生随喜功德 虽然横顺随喜 依旧自住正念 绝对没有改变 是自住正念 横顺随喜 横顺随喜 还是真念 高明 这就是经商所讲的解脱 我们现在人所讲的自在 得大自在 大自在 就是没有障碍 离死无碍 世事无碍 在天堂 住正念 在出生 住正念 在恶鬼 住正念 在地狱 还是住正念 所以 住正念的菩萨 在十法界里面 无论哪一界 这个界里面 这一界里头 一切人是物 他心目当中 看是平等 你懂这个意思吗 看佛法界 看地狱法界 平等 为什么平等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 他没有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 不平等 所以 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是一阵法界 摄法界 就是一阵法界 凡夫 所以佛想可怜 可怜可明 为什么呢 他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 把一阵法界 变成摄法界 那一阵法界 是不是真的被他 变成佛界 不是 一阵法界 还是一阵法界 永恒不变 他所变的那个 说老实话 是自己看错了 自己看走眼 为什么祝福菩萨 硬化在这个世间 说他看没有变 是我们看变 我们要承认 我们要肯定 他是正常的 我们是反常的 为什么呢 他的心如如不动 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他那个心是永恒 永恒不动 那是真心 他永远住在 冷言经上讲 常住真心 妙进民体 人家是 人家是这个心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心呢 我们是 起心动念 分别之处 这个心是 刹那不停 千变万化了 永远在变 不要说在这一生当中 没有两个念头 完全相同 过去无量 接到今天 也不可能有两个念头 完全相同 所以你看这个外面境界 六根 观察 六臣境界 都是千变万化 这是佛在经上 常常讲啊 讲我们凡夫啊 静随心转啊 我们错用了心 我们没有用真心 我们用妄心 什么时候 真正读真念 说老实话 说老实话 大臣教里面那个正念的标准 我们做不到 也就是说 我们的起心动念 分别之者 是决定放不下 怎么想放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正念的方法 祝福如来教我们 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 这个好吧 这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啊 我们只要把这个念头 注在阿弥陀佛上 起心阿弥陀佛 动念阿弥陀佛 分别阿弥陀佛 执着阿弥陀佛 这也是注着念 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种人成就好快了 比其他发门的时候 都快得多了 为什么呢 真正这么干的人 我们从历史上来观察 这是我们讲数据 经验之谈呢 你看净土神仙路 你看往生路 一般多长时间呢 三年 三年他就成功了 他就往生了 早年 有一位法师曾经问过我 他问我 净土神仙路 往生传里面所讲的 那些念佛人 三年都往生了 是不是他受命只有三年 他就到了 我告诉他 不经验 这个几率 不能说没有 但是太少太少了 应该是他三年功夫成熟 纵然有寿命 他不要了 这才是个正理 修行人 我们修念佛法门 到真正功夫成就 可以自在往生了 寿命不要了 如果还住在这个世界 必有因缘 因缘自己想的 什么缘呢 不是为自己 是为众生 自己与这个地方众生有缘 他听你的话 你教他 他肯说 换一句话说 这个时候主事 就等于成员再来 不是我们到极乐世界 打个转再来 念头一转就成员再来 为什么呢 自己 夜报之声 了了 功夫成熟 应该要去 但是为了 还有许多有缘的众生 多住几年 帮助他们 我要去 多带几个人去 这么个原因 如果不是这样的原因 没有理由 多住一天 多住一天 尚且 不合理 那多住几年的 成什么话 那你就是贪念这个世界 你还舍不得 离开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 你没有能力往生 你的功夫不到家了 功夫到家的人自在 功夫到家的人 不畏生死 不怕灾难 他哪里都可以去 旧苦旧难 赴汤 讨火 在所不辞 念念在 救物众生 清凉说 常 铭记 孤不动 铭记是智慧 制造 事件 对于 事出事件的 真相 助罚事相 通达明了 不但是 没有分别执着 起心动力 都没有 那这是什么 古语 大臣经上讲 八地上 八地菩萨 叫不动地 末后 总结 此事如来之 这一手机 我们就介绍 到此地 清凉大丝 他这个后面 还有 筑节 我们把这个筑节 念一念 这个筑节 是这一段的 三手机的 总结 又 此一计 即 事无所谓 光明 即正确 清净 即出谱 贴累 漏尽 即与 仗道 无微 不动 即无微之意 外难 不能勤故 不度胜负 而编故 是 无微之 这个几句话 很好 我们应当 要知道 学习 光明 就是正确 正确其用 就是光明 你看我们 无量手机 经体上 清净 平等 聚 那个聚 就是正确 大师在此地 说得好 清净 就出苦 历苦 得落 他给我们提示 我们就很清楚 就能体会到 任安无是苦 愿无是堕落 清净 心地清净 离开一起 愿无了 他当然得落 我们历苦 得落 这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要怎样历苦 得落 修清净 心 修清净 心心一定要立二边 所以踢雷 漏尽 踢雷就是断烦恼 原理烦恼 要降服 习气 漏是烦恼代名词 漏尽就是烦恼断了 即与张道无也 烦恼不再张道了 畏惧张道 张爱你 尽心 张爱你 正果 在这个 禁宗法门里面 张爱你 往生 你只要修清净心 只要远离 探尘痴 内 要降服 探尘痴们 外 远离 一切 名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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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欲的 诱惑 外 要懂得 远离 内 要 浮烦恼 浮烦恼用一句话号 念头才起 我们讲善念 欢喜心 卧念 生诚惠心 善卧念都不好 永远保持一句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是善 也不是我 不是忧 也不是喜 不是苦 也不是弱 清净 苦乐游戏 躲在哪一边 都不清净 总归这一句佛号 我们对于往生将来 就不会有障碍 所以一句佛号 修辱辱不动 在日常生活上 也会有 无论是顺境 是逆境 善言是卧远 接触到的时候 心里才有一念动 这个一念就是 喜欢讨厌 微微的一动的时候 阿弥陀佛 马上不到百平 这叫慧念佛 这叫慧念佛 功夫得力 不动 不动就无为了 你就没有忧虑了 就没有恐怖了 你心要动呢 喜欢的 你想得到 得到之后 又怕射掉 你看看 你那个心就乱掉了 你心永远在动 你有恐惧 不善的念头 你想除 除不掉 正所谓是 运增会 爱别离 带给你痛苦 外难不能清过 外难就是外面的诱惑 外面的扰乱 外面就是 明文立扬 无语流程 他不再能影响你了 你不动了 这个境界 不管有也好 没有也好 如如不动 有也不动 如也不动 不度胜负 而别 胜负 也就是得实 也就是高下 人 真 真什么 真胜负 总想胜过别人 这个念头 不可以有 我不如别人 这个念头 也不能有 不是胜负 就是不如别人 二边 对立 要把这个念头 化解 没有胜负 胜 很好 富 也很好 平等 平等 就清静一下 清静了 清静智慧就生了 正确就现前了 无为之 我们再看下面 第四首 这在这边 这是第二段 若有 见如来 身心 力分别 再于一切法 涌出 助 一致 这个是我们 应当要学习的 清静说 二 第二段 有一首 对机 一遍 机 是中生 是学习的 身心 力分别 这 含语 二义 第一个是 越福 以三业 随智慧行 等 这是福 第二呢 越基 既知 上 功德了 而能 身心 无分别 者 都无疑 我们 我们来看 经文 若有 见如来 这个 见如来 就是 明信 见信 你修许 达到 这个 境界 这是什么 境界 身心 力分别 身 不分别 是死 是相 四相 不分别 心 力分别 是念头 就是 不齐心 不动念 功夫 从哪里做 从身心上做 是出世间法 都是一个原理 一个原则 佛法 佛法 成内 佛经 成内 点 向内 不向外 向外呢 那叫外道 所以外道不是骂人 说老实话 我们全都是外道 为什么说我们全是外道呢 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心外求法 不知道向内心求 大乘经教里的佛常常叫我们观神 我们不会管 观心 神的 观神呢 也算 所以你要会观 你会看智慧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乱世当中 真正能够观神 观心 无论什么境远当中 他都能跟人和目相处 这是我们现前第一 修行人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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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跟任何众生结怨 因为有怨 就有障碍 有障碍 不但是不能正果 不能骑入境界 连雾门都被堵塞了 尽私 闻塞 天经 文法 你不会开悟啊 自古以来 修佛的人有多少 几个人 开悟了 凡是开悟的人 他懂这个道理 他能落实 他不向心外求 他向自己身心上求 没有不成就的 大成就的 明心见心 超越是法界 他到一阵法界去了 中等成就的 也脱离六道 到四圣法界去了 不在六道 还在六道 出不去的 没成就啊 那我们再说 下等成就的 也了不起 没有能力 断烦恼 念佛能服烦恼 他也能往生 极乐世界 凡神通去 好像比起来呢 比不上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到一阵法界 到十报 中等的时候 四圣法界 那是方便有一队 我们这个都去不了的 我们念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的凡神通去 好像是不如他们 事实上比他们超过太多了 这什么原因 极乐世界四徒在一起 不想踏放世界 他方世界 是四个不同的 空间维持 像我们看电视一样 它四个 不同的频道 你只能看到一个 其他三个看不到 西方极乐世界 他四个 他四个合在一起 统统在一起 你全都看到 一身一切神 就是神同聚 同时 神方便 神 舍报 神机光 这是他方世界 没有的 所有一切经 佛也没这个说法 我一读 这个 净土三经 这不思议的法文 比 那个上中根 中根的时候 还要殊胜 祝福 赞叹 龙天善神 欢喜 那我们 这个身心 要不要一分别呢 不离 神凡 神同聚 土 烦恼 吸气很重 没有法子力 你就懂得 总结在一句 阿弥陀佛 念佛人 常常能观神 观的方法很多 思念处里头 是智慧 叫我们观神不敬 观寿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魔 这是佛在 这个 这个 教学 是总纲领 总的原则 这你能超越 确确实实 能帮助我们 看破 看破之后 身心世界 一起往下 不再留念了 所以小城 观城宫的时候 他出力 六道 对于六道 一丝毫留念 都没有 只要你不留念 就出去了 你为什么出不了呢 你留念 你这一点 这是 永恒不变的大道理 你为什么脱离不了 六道的回 你有留念 我们还有留念了 我正放下了 还有留念 还没放下 果然正放下的时候 他出去了 一切发送信 想什么 你没有这个念头了吗 你怎么会不超越 我放下了 身心世界 身心世界 没放下 放下 身心世界 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 你还有这个念头 没放下 为什么没放下 没看破 不知道 受是苦 身世不尽 心是念头 念头是无常 前念灭 后念神 没有一个念头 是完全相同 最后 灌法 那法是什么 法是无因 不是将你灌外面 那法就是身 身是法 心也是法 身是四大 心是受降心世 这个里面 谁也做不了主 谁也不自在 我是主宰的意思 是自在的意思 你在这个身心里 都找不到 真的 真的 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再放下 这一放下 下面讲了 这一切法 涌出 注意 一切法 总的归纳起来 不外乎 不外乎 色心 而法 身是色 所以从色心里都开悟 你能无事出世界 一切法 你看看 我们一切众生 与事出世界一切法 都有疑惑 昨天晚上 有一群学生 来自世界 许多不同的国家地区 你看问了多少问题 疑啊 知识障碍 真正会观身心 这身心范围不大了 苏不常讲 身心小宇宙 一切法 是大宇宙 小宇宙跟大宇宙 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原理原则 同样的复杂 你小宇宙观容易 你能够观成 大宇宙问题 佛在经上 常常叫我们观 应作如是观 现在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社会动乱 你看 你小朋友 多忧虑 没有安定 没有和平 感到很痛苦 那我叫你 观这个身心 身心是和谐 身心是包容 身心里面 任何一个细胞 一个器官 没有对立 是和谐 你懂得 这个身心和谐 你就晓得 宇宙和谐 那么不和谐 出了毛病 这个毛病 要把它调整过来 它就恢复正常 和谐是正常 安定和平 是正常 动乱是不正常 这个红目相处 是健康 不能够红目 是生病 你要懂得 把那个病治好 恢复正常 就这样了 好 这手机 我们就讲到此地 现在时间到了